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我是你们的老男孩西仔 我回来了 在停更的这段时间呢 我更新了一下我的设备 希望在后面的视频呢 可以给到大家一个更好的视听体验 后面的视频呢 还是会以每周这样子的一个更新频率 给到大家的 在今天的视频开始之前呢 是请各位可以点赞关注 如果可以转发收藏投币就更好了 你们的支持真的是我做视频最大的动力 谢谢大家 今天呢是一个全新开创的栏目 它的主要目的是把近期买到的 使用过的一些比较好的单品推荐给大家 OK那我们话不多说 开始今天的分享 第一件单品呢 就是我后面这两个大的储物箱了 我为什么会买两个这么大的储物箱呢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我后面的这面墙 我一直想把它打造成一个拍摄视频的一个背景墙 我目前呢还在慢慢的归职这里 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 那镜头这边之前堆了非常非常多的衣服 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有的没的衣服特别的多 这边我是准备后面作为一个拍摄背景的 在每次拍视频之前呢 我要把这件衣服塞在好 以免露到镜头里面 所以我决定呢将这对衣服进行一个规矩 我在手机上疯狂的找一堆 既可以摆在这里好看 又可以把这对衣服收纳的一个物品 最后呢我决定买到这个美国Trust旗下的这款收纳箱 大家看造型呢 可能可以感觉到这款收纳箱 它其实的定位呢是一个露营单品 它采用的是这种最高强度的PP材质 抗撞击、抗腐蚀、防尘 以及它把手的位置会有一些防水件的功能 在他们这个品牌的一些其他配饰里面呢 也有像推纳箱子用的一些滚轮 以及将两个箱子拼在一起的一个木板或者是驴板 这样子的话呢 这款箱子在露营的路上呢 可以作为收纳物品的收纳箱 到了露营地呢 可以把两个旅行箱拼在一起作为一个餐桌 甚至呢它的最高承重可以达到80公斤 可以当做一个椅子来使用 所以说这款箱子呢 不管它的造型还是功能 其实更多定位的是一个露营单品 这款品牌呢在日本和韩国其实都非常的受欢迎 当然这款受欢迎单品呢 售价也确实不便宜 两个箱子的价格呢 加一起接近1000块钱 他们家箱子呢 目前有三个尺寸 分别是22、53以及75L三个尺寸 因为我是作为一个收纳物品的箱子来使用的 所以我买的是75L这样子一个尺寸 它的三维呢 是宽70.8 长是43.4 高呢是38.4 如果大家作为一个车后备箱的一个储物的一个旅行箱 或者是露营的一个单品的话 我更推荐那款53升的那个尺寸 它的长和宽 其实跟75升的这个尺寸是一致的 只是它的高上可能会比75升的浅上27.2厘米 这样子 他们家这款品牌呢 目前呢有四个颜色 分别是这款沙色以及军绿色 还有黑色蓝色 我个人最推荐的是一定是这款沙色了 也是他们家的一个品牌色 主打色 其次呢是这款军绿色 如果大家作为一个露营单品的话 这款旅行箱或者是收纳箱是非常非常推荐的 如果是作为一个居家陈列的一个单品的话 如果你的家是一个工业感比较强的一个风格 或者是你想打造的这种居家的一个感觉 是一个工业感的风格的话 那么这款单品我是非常推荐给大家的 第二件推荐单品呢是一款香水 炎热的夏天来了 流汗什么的都会变多 那么香水就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单品 今天想推荐这款呢 是雷拉宝的13号香水 他们家的这款香水呢 在近几年大家可能或多或少都有所了解 让他家比较热门的几个型号 像33号 10号的 所以我在选择他们家香水的时候 我想选择一款 我个人比较喜欢 但又味道比较小重一点的一个味道 所以最后选择这款雷拉宝的13号 作为一个直男视角 这种木质调 带有一丝丝烟草香的这种调性 我认为就非常适合男生了 它的香调呢 主要包含龙岩香 茉莉 苔藓 龙葵 种子等 它的层次不会太多 刚刚喷上的时候呢 龙岩香就会散发出来 再过来呢 就会是色香 雪松 奶香味 贯穿始终 这种味道非常的高级 但又不会因为它是木质调 有一种很闷很沉的感觉 算是最近我最爱的一款香水了 在晚上看呢 有人说它的流香时间比较长 又有人说它流香时间比较短 但我个人认为时间还好了 我早晨会喷 两到三下 然后出门 然后晚上回到家的时候 还是可以闻到一个淡淡的味道的 炎热的夏天来了 至今如果大家想选择一款 味道不会很浓 又比较小重 比较高级的一个味道的话 那么狂推这款13号香水 今年呢是G-SHOCK40周年 我在花手机的时候呢 看到他们有为40周年推出的新款的精英砖 但更吸引我的单品呢 是那款DW5040PG 我记得35周年的时候呢 他们就有推出过精英砖 当时还成为了一个热门单品 引起了不少的话题 所以近几年关于谱款改装精英砖的教程 配件比比皆是 我个人算是一个方块名了 在所有G-SHOCK标款里 我最最喜欢的永远是小方块 所以在当时呢 还加价冲了这款银砖 每年夏天的时候呢 还会打出来戴一戴 它黑色成本内敛的表盘 配合着一圈富有激情活力的一个红圈 我在很小的时候的一个杂志上就看到过 但当时不懂它的型号和价格 其实我个人第一款小款款呢 是这款5600 05年那个夏天 堪比全民间阵容的头文字低 陪伴了我整个的夏天 当时认识的潮雷品牌 很少很少 可能只认识像哈迪 Nike这样子的品牌 像周日人脚下New Balance 关西哥脚下的Dior 以及像六叔一神的Y3 这些品牌都是号面慢慢认识的 在当时整部剧里 我唯一认识 也可以买得起的单品 可能就是一款5600了 所以说它应该算是陪伴了我整个青春 如果说5600是因为头文字低的话 那56110 绝对是因为它的经典造型 和它的对我的童年记忆买单了 其实这款最新的升级款 关于它采用了什么科技 一个重量上的变化 其实我都没有很在乎 如果想了解的朋友呢 可以到网上去查一下它具体的参数 我之所以买它呢 还是因为它一个经典的造型 其实对于我这个年纪来说呢 带一个几百块钱的电子表 可能已经不太合适了 当然我不否认我喜欢牢 但是我同样也认为 我带一块具效果不会有廉价的感觉 有些人呢 是通过表来彰显自己的地位身份的 但对于我来说 表更多的是一段记忆 一段回忆 以及可能是一个搭配的单品 所以说大家的观点都是对的 只要根据自己的喜好和能力购买就可以了 以上呢就是分享给大家的三件单品 希望大家还算喜欢 这个栏目呢会不定期的做一下 因为是真的买到了或者使用了一些比较好的单品 才希望分享给大家的 近期呢因为一些工作啊 或者是生活上的事情呢 视频更新的慢了一些 希望大家还算多包涵 观察一下整个之前的一些视频呢 整体反馈呢还是比较的一般的 这段时间呢我也在反省 或者说在思考一下整个这个频道和这个视频的一个方向 我个人呢还是希望呢通过一些提升自己的表达能力和一些基础的设备 以及调整一下自己的视频风格 给大家一个更喜欢更好看的一个频道和一个视频 如果大家看到这里呢 还请各位呢可以点一下关注 可以支持一下 真的谢谢大家了 以上呢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 那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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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